一直講一直講 就一直跟小費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很好 用這個很保濕 很美白 很水 文路都會不見 就一直在講這些 而且你不要花很多時間去訓練 對 他都會講這種很片面的話 然後拖了一兩個小時 消費者很煩了 就走了 對 那你會發現那種業績很好的小姐 她很快10分鐘到15分鐘 她就解決掉一個課了 然後她比如說 因為像有些小姐 她可能就像我講 她就不做功課 然後她平常就是只會 她只看到這是美白 她就一直講說 這個會很白啊 什麼什麼什麼 完全都不講 她也不生活了 對 完全都不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不能講太全部是專業術語 因為有些消費者是聽不懂的 不意思是你還是要講 一點點的術語出來 比如說 這裡面是有加熊果素 所以你平常這種賽班什麼 就會淡化什麼什麼 是不是熊果素就是一個術語 一個專業的 她就會問你熊果素是什麼 然後你又要講更多的術語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這種就是美白熊果素 大家都知道嘛 只是說 誰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有天理知道嗎 知道 你說知道嗎 我要認真回答 熊果素好像就是一種成分 它會讓你變得比較白 是不是這樣 就是會 廢話 她剛剛講的 她在公主去的畫 她說 沒有 因為那一點這種就是高材質的 給她一個爭論 她就開始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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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的用意呢 這個的用意就是說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每一個行業 都有她自己的專業術語 比如說 這個東西 它擦起來很保溪 是因為它裡面有玻尿酸 這樣子講一下就好了 不是說叫你一直去講 很多很多專業名詞 你會發現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美容師 他就很快就可以賣到一個產品 哪一種賣的比較好 生活一點的 還是要素 要有生活加素語一起的 好 我們看第四個